好 继续带来看到一名年约33岁男子 疑似为了要捡手机 竟然从高约20公尺的东华桥大桥坠落膝床 那么花莲县消防局使用了掉臂把人救上来 那么这名男子命大意识清楚 但是颈椎跟双腿是无法活动 救护人员紧急将男子送往门诺医院进行治疗 消防局第二大队指出在5号的下午约2点多 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有民众坠落东华大桥 人躺在溪床沙洲中 由于木瓜溪溪水湍急无法渡溪 立即请求特收大队支援 在东华大桥上运用掉臂绳索进行救援 那就是有民众他坠落在这个东华大桥中断的沙洲中间 那我们人员抵达之后啊 那发现这个河床两侧 因为台风过后水势非常的穿急 没有办法渡溪 那我们立即啊就是请求我们特收拐腰车的支援 那从桥的正中央啊 那我们释放这个绳索跟单架 下去做一个救援 那患者 患者的家属啊表示 患者是因为要减持手机 而不胜坠落在这个20公尺高的这个差距上面 据男子家人转述 男子是为了要减手机 不胜坠落20公尺高的东华大桥 幸好人还有意识 华丽县消防局应用掉臂把人救上来之后 男子伤是因为从高处坠落 腰部与颈椎有压痛的反应 消防局人员立即给予固定转送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